什么事 说给我听听 没什么 你不说 就是不认我这个哥哥 不是 是我弟弟 他不知道从哪里知道的 你是我男朋友 其实是骗他的 就又来找我闹 还找我要钱 说 这次再不给 就去我公司闹 还要去你公司闹 这个小兔崽子 得想个办法 狠狠地治愈他 娜娜 你不用担心 这事我来想办法 对不起 小宝哥哥 这次又给你添麻烦了 娜娜 咱们是什么关系啊 好了 别再闷闷不乐的了 开心点 休我菜呢 谢谢小宝哥哥 放心 好 我们先来 怎么办 这 tab 我 我 不是 咱们 再加一 咱们 帮。 很好 来 我 对 我们 说 对 我已经想到一个办法了 不过得小宝你帮我才行 要一次彻底解决 就要找到他的弱点 对症下药 我也有个办法 不过也需要小宝你帮忙 要我出面对付一个人 那办法可多了 帮少那当然是可以 不过小宝 你是不是得付出点代价 什 什么代价 知道的 我一想到一个办法 一定会有奇效 但你得陪我 我已经迫不及待去教训他了 你们怎么这么快就想到办法了呀 好吧 我有一对办法 不过小宝 你要帮帮我 找到自己的办法 谢谢你 垂涎 小宝 咖啡 谢谢 对了 商量的事情我问过律师朋友了 他问你是想怎么办 如果是办人提案呢 就把他送进去 如果就简单问个笔录 就问个话 他好像也没犯法呀 你朋友吹牛的吧 我那个朋友叫张三 哦 那吻了 那你想中班来清班呢 也不用太狠 敲打他一下 问个话 做个笔录就行 行 那我跟张三打个招呼 让他收着点 替我谢谢他 小炮哥哥 娜娜 我弟弟来找我了 他们欺负你吗 没有 他还带了一堆水过来 专门来道歉 还说以前是爸妈做得不好 以后不会这样了 那就好 算是小小听话 小宝哥哥 你到底用了什么办法 让他变得这么听话 我真的很好奇 这个嘛 我也是高朋友们帮忙的 那 我是不是应该要向你朋友 表示一下感谢 不用这么客气 你也都认识 就是你思涵姐 还有小玉姐她们 那我更应该表示感谢了 她们帮了我那么多忙 都没有好好感谢过她们 这次又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我表示一下我归不去 好吧 既然你坚持 那我去跟她们说 谢谢小宝哥哥 那我拉个群吧 我来看看小宝哥 小宝哥 我来看看小宝哥 我来看看小宝哥 原来不是男女公寓啊 害我白启动了 小宝哥哥 小宝 很爽啊 我终于体会到美小宝的快乐了 想得美 还想全部都要啊 小心我揍你 那你得有伟小宝的本事才行啊 你还没开始喝就醉了 小宝 来陪我们喝一杯啊 好啊 好 好 干杯 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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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吃 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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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诗阳 你太经验了 出来玩还带着电脑加班啊 我在做你未来五年的职业计划书呀 宏城是个不错的平台 只要你好好规划 将它一定大有所为的 你对我真好 对了 你说朽话也告诉我 是这样子吗 不是的 小宝 我有问题想问你 你说 小宝 这些日子 我相信你一定也可以感觉得到 我对你的心意 其实 其实我喜欢你 当年 当年你没有接受我对你的心意 不知道现在 你愿不愿意接受呀 我 我没接受 不是 我什么时候 你什么时候对我表白啊 你不记得了 高考离校前一天 我还多多写了 等一下 马克 喂 小宝 你出来 我知道你在这儿 我就在楼下 你给我下来 别 别我闯进去 马克好像喝多了 我们先别惊动大家 先去看看吧 好 好了 你俩果然在一块是吧 开房了是吧 狗男女 你放尊重点 不然我叫狗安闻 马克 你三番两次陷害我 我看在老同学的份上 我不追究 你还没完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我今天来啊 就是要让你看清楚 你心心念念的白月光 是个什么东西 小宝同学 小宝同学 方学别走 校门口等你 窗 这可真会住 不愧是女神啊 每天在我们面前 装的一本证件 私下给男生写经书 这就是我们的好班长 老实口中的好榜样 本来是被你偷了 这 这 这 情书 是我写的 高考前一天 我可不可以放到书包里 那天下午 我一直在校门口等你 等到天黑你也没有来 我以为 你不喜欢我 没有想到被他偷了 他不太 Chang聪彆 你啊 还能播放 也说不错 你不可以帮你 你偷牌 我看不错 是 你不可以帮我 你ah 没有 不说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随随随地往你书包里塞东西 校门口见面 我呸 不要脸 要不是我把东西拿走 你俩那天早就干点什么了吧 跟一世 小树莲 狗男女 马克 你混蛋 世洋 我 小宝 这封情书迟到那么多年了 不知道你现在还愿不愿意接受 我愿意 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世洋 我回来了 世洋 单狗我买回来了 谁呢 玫瑰花 还有封信 亲爱的小宝 放学别走 我在教室等你 庄 我愿意接受 拜拜 同学 我给你的钱收丢了 你能帮我找一下吗 来 我帮你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姐夫 听说你最近又搭上个女明星 带我来见你啊 你着什么急啊 一会儿就到了 四婉 这边 你好 我是贵希涵 你好 你好 你真是个女明星啊 我在电视上见过你 姐夫 真有你的了 不用羡慕 给你个接近美女的机会 要不要 真的 还有这种好事 我朋友最近又不惜要开拍了 剧组缺个场路 听说是宫廷系 美女超多 待遇也不错 想不想去试试啊 待遇什么都不是问题啊 我是冲着给美女当牛做买去的 介绍你去可以 不过 有个条件 你以后不准再去欺负你姐 还要对她恭恭敬敬的啊 就这啊 有美女看我再没空烦她呢 不光是你 你得说服你家里人做到 不是一时半会儿 是一直 好说好说 我爸妈都听我的 那个 我什么时候去剧组报道啊 肖宝 把这个程度出签了 马上给你安排 好了 就这样吧 你先回去等通知 好嘞 子涵再会 怎么了 早知道她这么好糊弄 刚才就应该弄个棉北 打工的合作 让她按手印了 子涵 谢谢你啊 客气什么呀 其实 我本来就应该帮娜娜的忙了 别客气 小跑哥哥 娜娜 我弟弟来找我了 她没欺负你吧 没有 她还带了一堆水过来 专门来道歉 还说以前是爸妈做得不好 以后不会这样了 好 那就好 算是想要听话 小包哥哥 你到底用了什么办法 让她变得这么听话 我真的很好奇 这个嘛 我也是高朋友们帮忙的 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向你朋友 表示一下感谢 哎呀 不用这么客气 你也都认识 就是你思涵姐 还有小玉姐她们 那我更应该表示感谢了 她们帮了我那么多忙 都没有好好感谢过她们 这次又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不表示一下我会不去 好吧 既然你坚持 那我去跟她们说 谢谢小包哥哥 那我拉个群吧 哎 原来不是能 奋复可爱 生活明朗 小包 你来啦 快 你快来陪我打 这游戏一个人打太难了 小包 小包 你来啦 快 你快来陪我打 这游戏一个人打太难了 来就来 看我来带飞 嗯 看是谁带谁飞 要不要来打个赌啊 好啊 赌什么 谁先死 就算输 输的 要陪打一辈子的游戏 来就来 可不准反悔啊 反悔是小狗 来吧 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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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故意让你的 我不管 愿赌复输 刚才说的 还算数吗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好 那以后 你要陪我打一辈子的游戏 少一天 都不算一辈子哦 那当然了 洗辈子 我还签不够呢 小包 嗯 那我们来签个 终身合约吧 啊 休有签合约啊 你看你 把你吓的 小宝 其实我根本就不需要这些合约了 因为你给了我很多满满的安全感 这段日子有你陪我 我已经足够了 只要有你在 我就安心了许多 四汗 你放心 我 永远会陪在你身边的 谢谢你 输的 要去给宝宝酿布哦 来吧 来咯 看我的 全套公鸡 看我的全套公鸡 我还没闪避 算你躲得快 再来 来咯 蓄力一击 蓄力一击 閃避 你能不能好好打一架 就只会躲 再来 今天中午睡啊 我们下点睡觉 我想吃面包 面包 你笑什么 面包 不是这样说吗 你又再偷偷练了话音了 是面包 不是面包 你有怎么吃米饭 面包是我们吃的面包 面包就是面包车了 算了 那我们吃饺子吧 饺子 饺子 哈哈哈哈 你又笑 饺子不加人话音啊 念水饺才加 不学的呀 而且 曾经往后 你也不许收耳 说一句 读语语语语 那还不简单 我收获自如 是吗 那水饺要煮多久啊 你一会儿就好 你干嘛 你说耳不乱音了 你一会儿撑呢 我呀你都不 这小子好对付 我找人查过了 他借了好几笔网袋 其中俏巧有两笔 就是我名下的 放碗袋 想不到 你还黑白通吃啊 我的事你想不到的多了 反正我已经让公司派十个人上门催上去了 清一色猛男 这 这阵容 我把他送走 我们做的是正经网贷 不干暴力催修的事 要是还不上钱 老老实实听话 不为难他 可是 还要是厚着脸皮 不听怎么办啊 过来 我的小宝宝 你还是太单纯了 这事实上让人 听话的办法可多了 所以 你之后要是想得罪我 先掂量清楚了 你就是见我十个蛋 我也不敢得罪你啊 那就好 姐姐我就喜欢乖的 听话的 小宝哥哥 娜娜 我弟弟来找我了 他没欺负你吧 没有 他还带了一堆水过来 专门来道歉 还说以前是爸妈做得不好 以后不会这样了 那就好 算是小宝听话 小宝哥哥 你到底用了什么办法 让他变得这么听话 我真的很好奇 这个嘛 我也是高朋友们帮忙的 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向你朋友 表示一下感谢 不用这么客气 你也都认识 就是你思涵姐 还有小宇姐她们 那我更应该表示感谢了 她们帮了我那么多忙 她们帮了我那么多忙 都没有好好感谢过她们 这次又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我表示一下我跪不去 好吧 既然你坚持 那我去跟她们说 我没有事 她说她们也不想召唤你 她们儿都因此 她们不想召唤你 我就能召唤你 我也要召唤你 老婆 你别召唤你 妳 assistants 你和别人不一样吧 怎么个不一样 说来听听 刚开始 我以为你只是想玩玩而已 就是那种有钱人的小把戏 新鲜感一旦消失了 就结束了 可后来我发现 不是 其实 你跟我认识的那些男人 也不一样 他们要么对我扶手贴耳 不然就是对我 大的很雄心壮志 只有你 会向我吐槽繁星事 还会带我去做 只有小孩才会做的事 不过也只有小孩的快乐 才是真正的快乐 也就是说 我们刚好填补了对方的空白 小宝 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当然愿意 我们找个时间去民政局吧 在那之前 我也有件事想征询你的意见 我的律师要求我签个婚前协议 你怎么想 我 我先说 不管你怎么想 都不会影响我刚才的决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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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交房租了 我靠 又没人 保总 您抽烟 不不不 工作呢 保总 您又来收房租了 是啊 每个月随我那么几天 你说您这是何苦呢 这么辛苦的事交给兄弟们做就行了 交给别人哪有自己亲自来收放心啊 那几货都没交房租的 我都贴了催收单 回头啊 你上门再催一下 好的 不跟你说了 这一片啊 还有十几个小区的房租党人我去收呢 再不着急啊 天都黑了 好 您慢走 老公 忙完了 陪我去参加个酒会 还剩不少呢 房子太多也是麻烦 房租都收不过来 回头啊 还是卖几个小区吧 不然哪有时间享受生活啊 行 都听你的 先跟我回去换身衣服 丽莎 你看你穿这身 多好看啊 稳重 成熟 有性感 以后啊 别再穿你那大裤衩和人质拖劳 你不懂 平时没正事 还是穿那些比较舒服 行吧 听你的 不过正式场合 得听我的 你帮我看看 我穿这套礼服 参加今天的晚宴 好看吗 所以呢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江 我给你介绍个工作啊 你看 这个密室倒多 这工作啊 工资非常高 而且福利待遇特别好 真的假的 真的呀 但是 有一点 你的胆子必须得大 那你放心啊 我胆子可大 是吗 那你现在赶紧去前面找老板 快去呀 干啥啦 干啥啦 不能够吧 啥比你还小啊 还满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怎么胆子这么小啊 我又过去了 小的 再来几下 他好像陷入循环了 根本不给我们说话的机会啊 我也没想到胆子这么小 现在走吧 我们在旁边躲着吧 等着醒来 你再跟我们下等几句就行了 嗯 走 小跑哥哥 娜娜 我弟弟来找我了 啊 他们欺负你吧 没有 他还带了一堆水过来 专门来道歉 还说以前是爸妈做的不好 以后不会这样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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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